当年我说保兵保财的时候 我不是对他来的 他几个根本不在我的花架 他早就完了 我们导致的是老曹 导致的是老曹 所以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不要用仇恨迷糊了我们的双眼 比如说这几天我们在喜马拉雅宣言筹备处里面 很多人就是说有很多仇恨 我们一定要记住 一人一票是所有未来的一切的根本 对现在共产党员99.9999的人 我希望中共的被惩罚人不超过100个人 全部要大事 所有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一定要都是 就包括杀人犯也能捡半戏 最起码没有比中国这个人类的监狱大灾难 是再可怕的 这太可怕 另外一个中国人的钱去哪了 必须中国人要透明 中国的司法必须是绝对的独立 军队必须是人民军队 或者国家军队绝不能是党军队 中国人必须现在意识到最大的威胁 已经不是共产党 最大的威胁现在是中国人在全世界的安全 和你的形象和你的就业和你的财富安全 我们要赶快要建立一个与世界上 绝对让人家相信的一个和平共处的方式 包括现在国内的这个中概股 包括华为 但凡你是中国人的战友们 你们要记住 你可以恨共产党 你不要恨华为的员工 中概股任何些 包括马云那儿 你可以恨马云 你不能恨阿里巴巴 我觉得 像阿里巴巴 像腾讯 像这个联想 像华为 这样的企业 都是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无比光荣的 不管他们这些老板怎么黑 怎么白手套 但是那些员工 作为中国人 是世界上最超级的智慧 最超级勤劳的人 我们恨这些跟共产党的勾搭 这些混蛋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恨中国人 最后让人家趁咱们之危 把中国人的给拿下来了 所以说 我们战友们要记住 反官僚 反这些官商勾结 反这些大恶门 气压老百姓 气压中国人民 伤害我们战友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上了一个谜 轨道啊 我们别自己上山打烈白 没打着烈白自己 没打着共产党 自己兄弟给打死了 兄弟姐们 我们千万记住 我们一切的努力方向 都是以中国人的安全 和健康和利益为核心